《明報社評》 七大工業國集團 視訊峰會上週五舉行 這是美國總統拜登參與的首場多邊國際會議 與會前輿論預期的聯合抗疫、全球經濟 合作應對中國三大主題不同 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對前兩個議題涉及較多 抗疫更成為核心議題 而對中國則只是輕輕帶過 拜登只在隨後舉行的《慕尼克安安全視訊會議》上 善述他對華的強硬立場 這顯示儘管美應極力賞值美國對多邊主義外交的回歸 組成對抗中國的統一戰線 但在形勢比人強下 西方世界在單一議題上 或較易形成對華統一立場 若想結成全面的反華陣營 並不容易 蘋果頭條 SPAC熱潮席捲美國新股市場 新加坡交易所亦高調表態 歷爭年內引入SPAC機制 肉搶先飲亞洲區頭淡湯 近日市場盛傳港交所 388 開始研究SPAC 本部獲釋該所向個別券商了解意見 但有專家認為 引入SPAC機制與港交所收緊借殼 上市的原意存在衝突 加上中概股回流落 亦不絕 港交所不決生意 港交所發言人 回覆本部查詢時表示 香港市亞洲領先的環球賞市集資市場 於2020年共營來了140多家新賞市公司 東方政論 以鳳以錄 文資文高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即將於週三發表 財夜陳茂波事先將陽特區財赤 將達3000億元的市場新高 要看菜食飯 意味市民不用指望政府開倉派堂 其實 港產官僚出名新籌豐厚 特首林鄭月娥更是全球第二高薪的首長 為整個管治班子的表現與高薪欺乘反比 不僅抗疫無能 救市無方 而且管治無道 最需要看菜食飯分明就是容官自己 在失業率高達7%的當下 用官不減身不足以平民分 星島社論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週三發表 疫情下經濟低迷 預料本年度財赤將高達2000億至3000億元 本部獲釋 預算案 因此將會減糖減甜 不再派錢 亦會取消公屋免租一個月的措施 至於退稅 中緩出商量等措施則會繼續 但部分措施的寬免金額會縮減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 今個財政年度的赤字將急升至歷史新高 下年度預料亦會出現較大赤字 更提到現實要看菜食飯 難免令選擇有限 希望市民能守望相助 經濟社評 本港五類優先群組明天起 可在網上預約打新冠疫苗 週五開始接種 參考海外經驗 預約支持網站 而因公眾蜂擁流瀾癱瘓 長者亦會每遇上技術困難 港府而考慮推出更多預約途徑 兼動用社區力量 協助和鼓勵接種 Biontech 復必泰疫苗的儲存限制多 為免平白浪費 當局既要減少公眾爽約 也要定時 準確推算需求 平均分配人流 嚴防社區檢測站早前大排長龍的亂象再現 本港首批共200萬劑疫苗即將全數抵講 特首林鄭月娥今天會率領團隊接種 五個群組共約240萬人名喜也能預約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虛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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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